特朗普信有明天 就是刚才问你这下半年怎么看的 他又想问一下你 他有个仓 看看你有没有一些意见 他要不要收拾过呢 那他现在手头有941 623 1299 和823 都很多收息股 对吧 那他的汽车股已经沽青南 就是延下之前应该买过沽买 那从来没买过ATM的 这个就是他现在的情况 941 623 1299 823 需不需要再收拾过个仓呢 我建议收拾一下 虽然好像你看到这几只股份 特别好像623 823 或者941 都是一些公用 电信 这些一般以来 大家认为很安全很稳定的股份 刚刚都提过了 如果miss了可以看回 前面 video 就是第一节 都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美国利率再上 你的国债息率升 这类高息股是一定会受压的 就是你看回在17、18年到有段时间 都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所以如果你看回623 现在的Yield是6厘多7厘 941亦都传统高息8厘多 823亦都不小 都有接近5厘 有机会都可能会受累美国利率再升这些因素 所以这一类的公用股又好 或者高息股可能减一减榜会好一点 如果你说未来的市场再跌下去 要再买的东西 就不是说一定要买这些 就反而买一些Growth stock 比如刚刚你提到一些科网股 一类的比如消费股 这些一来的政策上面 现在就希望提振法 科网股监管就说放松了 消费股也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去到支持 所以如果你说未来的市场再跌的 那你有机会就可能在沽一些 公用股或收息股 就来买一些增举型股份 就博去整个红线完之后 牛市展开 那类的Growth stock有机会是outperform的 我记得你之前上次有讲过 消费股的啤酒股那些你都看好的 是 如果是的话 那科网股你会比较prefer 因为各选一只 看看哪一只你会比较好一些 就是科网和消费 我不会只选一只 几只 你说这个仓里面 通常会分散一点点 如果你说科网股比较好的 我暂时觉得美团 另外就是 本来之前我看过一只网易 但是网易就没办法 近期真的很黑仔 Diablo那边内地就出不了 那看下来的消息发展 如果你说Diablo纯粹都是延迟 一两个礼拜或者一头半个月 对它影响就不大 如果你说接下来的游戏 即是出到来的 我相信网易都仍是可以 看高一点点 另外你说消费股里面 刚刚提到一些啤酒股 另外就看看会不会来 接下来的投资 也可能炒下半年 一些旅游旺季 比如可能是11黄金周 那些一些旅游相关股 那我觉得都可以去抑一抑 另外其实消费股都还很多种的 比如我之前都有提到 如果这个炒来一些 一些樓市復甦的 一些可能家電股 部分可以留意 當然家電股有的風險 就是出口那邊 會比較弱一點 另外車股就之前看好的 但是因為近期都升得多 我覺得都可能等一等 如果你說再穩陣一點 看看會不會買那隻ETF 因為都有一隻ETF 之前我也有看 譬如206 就是買中國消費概念那隻ETF 就可能陷害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消費股 我覺得都是可以去選一選的 或者下半年整個消費市 我自己看得是不錯的 是 這個就可以分散一些投資 不用逐隻 不用去選一隻